很多人养三角莓的方法都是错误的 新手在家里怎么养好三角莓呢 大家好我是一木 欢迎点击我头像的家号 关注我一起来学习养花 这三角莓是一种非常漂亮的开花植物 它一旦开花会开成一片花海 而且它的品种又多 各种颜色应接不暇 很受大家的喜爱 不论是南方还是北方的花友都喜欢养它 但实际养上之后就发现没有那么容易好养 它很容易出现大面积黄叶落叶开花不良 甚至很多花友养它没超过一年就把它养死了 真的非常的可惜 那出现这些现象的原因 都是因为大家不了解三角莓的习性所导致的 那在这一堂课程当中 一目详细的会给你介绍三角莓各方面的习性 帮助大家在家里养好三角莓 那接下来就跟我一起来学习吧 好的大家眼前摆的就是一盆三角莓的盆栽 那我们来讲第一个知识点 就是三角莓是喜阳植物还是喜阴植物呢 在这里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 三角莓是一种喜阳植物 如果我们把植物的喜阳分成强喜阳弱喜阳喜阴 那么您记住三角莓是排在第一的 是强喜阳光的花卉 如果它在阴暗的条件下养护 包括养到室内或者养到北向阳台这种缺乏光照的位置 它不仅生长缓慢容易黄叶 而且一定会开花不良 要么不开花 要么开花量极少 这都是缺乏阳光引起的 所以很多话有问我说 我家里没有什么光照 那没有这个南阳台 能不能养三角莓 我建议您干脆就不要去买它养 因为很有可能就是浪费钱浪费精力 因为它很难长好 开花的效果也不好 所以想养好三角莓的话 有您记住买回家之后 一定是摆到你家里的南向阳台接受充足的光照 不论春夏秋冬都是接受全日照的 哪怕是夏天也是需要阳光 所以养好三角莓光照是第一要素 好的 下面我们来讲解三角莓的浇水技巧 那我们家庭养三角莓应该如何浇水呢 在这里我们首先要对这种植物啊 有一个基本的认识 就是三角莓是一种比较洗水的植物 它惧怕干旱 我们给三角莓浇水心里应该有一个观念 叫做宁多物少 而不叫宁少物多 就是我浇水的时候勤略稍微多一点 也不要让它缺水 因为三角莓如果严重缺水 一下叶片就粘掉了 懂吗 花朵也会粘掉 它怕缺水 所以我们给它浇水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稍微勤快一点 那具体到每天应该怎么浇呢 很多花友在养三角莓的时候啊 他总喜欢去听卖话的人教他 说你买回家两天浇水一次 三天浇水一次 五天浇水一次等等 那其实这种强行死机硬背的浇水方法 都是错误的 你不要这样记 因为它很容易出错 比如说春天夏天 这个土可能两三天干了 你三天浇水没问题 但是冬天呢 冬天有时候土 半个月都不干 甚至一个月都不干 你能还三天浇水吗 如果你还三天浇水 它再洗水也会积水浪根的 懂不懂 所以我们养三角莓 你不要死硬背 而要采用观察它土壤的状态 来判断是不是要浇水 听起来很复杂 其实学起来很简单 我来教大家 我们给三角莓浇水之前 你用手去摸一下它的土 或者眼睛看一看 如果它的土很明显是潮湿的 或者你用手一摸 感觉是湿漉漉的状态 那么不管隔了多少天 都是不需要浇水的 懂吗 哪怕是冬天你隔了一个月 你去摸这个土都是湿的 那我一个月都不浇 你放心它绝对不会干死的 懂不懂 那什么时候要浇呢 很简单呀 我用手一摸土 如果感觉土有点干了 这是非常明显的 你摸就知道 有点干燥 那这个时候 我就可以放心大胆的 给它浇水了 不需要等到它的土干透 稍微一摸有点干 立马就浇 这样你的三角莓 它永远都不会缺水 也永远不会积水浪根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们每一次浇水 都是保证它在缺水的条件下浇的 所以它会非常的习惯 而且永远不会浪根 为什么 因为我每次都是摸了土的 每次都是确保它的土是干的 因此这样浇水 你的三角莓就会越扬越好 不会出现任何的问题 这个就是一个正确的浇水技巧 那有话有说 如果我每次浇水都要去摸一下土 感觉也太麻烦了 其实根本就不需要这样 你采用摸土浇水的方法 浇几次之后 你大概就可以判断出 在当下季节 大概土几天会干了 有点干 那么你后面就可以按照这个天数去浇了 懂不懂 那这个时候你得出的天数 是根据你的实际经验和数值得出来的 它是靠谱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这个天数还永远会跟着春夏秋冬季节的变化 而变化 它是一个动态的天数 所以它永远都可以长期用下去 好的 下面我们来讲解一下三角煤对土壤的要求 以及换盆的技巧 那三角煤这种花对土壤的要求并不高 不论是您在路边挖的田园土 还是我们家庭高档的营养土 都是可以种三角煤的 这一点没有什么要求 只不过呢 如果你在家庭里面养 我个人推荐大家能用营养土种 就尽量用营养土 为什么呢 因为营养土疏松透气肥沃除菌除虫 而且非常轻便 管理起来难度更小 适合家庭来养 明白吗 所以大家挑三角煤的时候 你也尽可能的挑用营养土中的三角煤 这样的三角煤 一般商家是舍得花钱的 因为营养土更贵 它呢 你买回家管理起来也更方便 所以大家要火眼金睛啊 要挑 懂吗 会挑 挑营养土中的更好 这个是教大家的技巧 好 说完它对土壤土质的要求 再来讲一下它对土壤酸碱度的要求 那三角煤啊是一种血酸性的花卉 这个酸性指的是土壤的酸碱度 它惧怕碱性的土壤 然而了 我们家庭养花的花有80%的土 可能都是碱性土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们家里的自来水 它是碱性水啊 我们长期用自来水浇花 这个土就会一天比一天偏碱性 尤其是北方花有 北方花有自来水的碱性更重 北方花有长期用自来水浇花之后 它的土壤表面会形成一层白霜 这就是严重的反碱现象 如果你长期把三角煤养到碱性的土壤里 它就会出现 第一个生长不良 生长速度非常的缓慢 第二个叶片非常容易黄叶 第三个开花不良 不开或者少开 这都是碱性土壤过重引起的 因此我们在家庭养三角煤 一定要学会给土壤调酸 尤其是北方花有要学会 很简单我教下大家 我们在家庭养三角煤的时候 您需要准备一袋硫酸亚铁 硫酸亚铁它是一种土壤调节剂 它是一种粉末 您可以听一听 听到吧 我们把这种粉末歇视1000倍 意思是说一克的硫酸亚铁 对1000毫升的清水搅拌均匀溶解 溶解之后每隔一个月 你给你的三角煤浇灌一次硫酸亚铁 这样它的土壤就可以从碱性土 转变成为酸性土 明白吗 而且北方的花有 你一定要坚持长年去使用 因为它一个月用一次 一年就12次 这样的话你的土常年都是酸性土 不论你用多少自来水浇都没有关系了 所以一个月一次的硫酸亚铁 大家一定要学会用起来给土壤调酸 这样才能符合三角煤的生长需求 好不好 这一点希望大家学会 好的说完它对土壤的要求 我们再来讲一下它的换盆技巧 那我们家庭养三角煤需不需要换盆呢 答案是需要的 我们一般养到一年以上就可以考虑换花盆了 因为一年以上基本上它整个花盆的根系就长满了 这个时候换一个花盆可以给它更广阔的生长空间 它可以长更多的枝叶和花度 所以换盆是很重要的 那换盆的时候有两个技巧 我一定要提醒大家 第一个技巧就是 您在换盆之前一定要观察一下 你的三角煤是用什么土种的 那我换盆的时候就选择同样的土壤 或者土质接近的土壤 举例来说 它原来如果是用田园土种的 我换盆也要选择田园土换 懂不懂 你不能说换盆的时候 你换一种土换一样土 那不行 两种土质不接近 很容易浮盆失败会死苗的 所以咱们换盆尽可能选择土一样 或者土质接近 这是第一个技巧 第二个技巧就是 你给三角煤换盆的时候 你不要一次就挑太大的花盆了 有的花有原来的花盆很小 突然换一个大缸来养 这是不行的 这就会进入到大盆养小花的误区当中 这会造成土过多 很容易接水浪根的 所以我们在换盆的时候 你只能比原来的花盆稍微大一号就可以了 就稍微大一点 千万不要贪大 好的 下面我们再来讲解一下三角煤对透气性的要求 那我们家庭养三角煤 它对透气性是有一定的要求的 它比较喜欢一种开放式的环境来养 有贯通的风能够吹到它 这样不容易生病虫害 但很多花友问我说 我家里就是封闭阳台 或者北方的花友 我家里就是阳光房 完全封闭的 那能不能养三角煤呢 我告诉大家也是可以养的 也没什么问题 只不过你需要注意以下三个技巧 第一个技巧就是 在病虫害高发的季节 我们需要提前的给它打药 来预防病虫害 第二点就是能靠着窗户养 尽量靠着窗户养 明白吗 你家里是封闭阳台 不可能没窗户吧 总有窗户 靠着窗户多少有风能够吹到它 有利于它的生长 第三个就是 你在养三角煤的时候 不要在它的前后左右摆过多的花 全部跟它挤在一起 不要这样 因为植物跟植物之间挤得太近 叶片的通风性就会受到影响 所以我们养的时候 植物跟植物之间要隔开一点距离 起码叶片之间千万不能相互覆盖 这样才能够进一步保证它的通风性 好的 下面我们来讲解一下三角煤的施肥技巧 那我们家庭养三角煤 具体应该怎么施肥 要不要施肥呢 很多新手画油养三角煤 它从来都不施肥 这是绝对错误的 我教一下大家 这个花盆当中的土壤 它只能够供给植物两三个月的营养生长 三个月过后 这个土壤内部的养分就消耗殆尽 就没有养分了 那后期就是靠天长 它是长不好的 知道吗 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会给植物施肥 那施肥有的话 有时候太麻烦了 我学不会 我教大家一个很简便的方法 你肯定学的会 那给三角煤施肥呢 我教大家一个双季施肥法 这双季呢 并不是指的春夏秋冬这四季啊 而是指的三角煤的生长季节 和非生长季节这两季 生长季节指的是呢 三角煤 长根 长枝 长叶 萌芽 开花 这都叫生长季 只要它在生长 不论您住在哪里 住在国外也好 还是住在任何地方 世界各地都好 你不用管气候 只要你观察你家的三角煤在生长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用什么肥呢 你就用它 磷酸二氢钾 看到没 磷酸二氢钾 它是一种高磷高钾的肥料 它的作用就是促进植物开花 而我们养三角煤的目的是什么 是不是为了观花呀 所以磷酸二氢钾就能促进它花大花繁色叶 所以用磷酸二氢钾特别的适合 那怎么用 我来教下大家 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呢 您准备一个盛水的容器 装上1000毫升的清水 然后呢 我们把磷酸二氢钾像这样打开 打开之后 我们给它取出 磷酸二氢钾呢 它是一种白色的粉末 会迅速溶解于清水 我们打开之后 像这样 用一个小勺子 然后呢 你咬一勺的磷酸 咬一小勺的磷酸二氢钾 然后呢 把它撒到1000毫升的清水里 它会瞬间溶解 然后我们搅拌一下 搅拌均匀之后 你在三角煤的生长季节 每隔7到10天 给你加的三角煤 像这样浇灌一次就可以了 浇灌进去 这样呢 就能够促进它花大花繁 7到10天一次 在生长季节不停的湿 不停啊 这样你的三角煤绝对是越长越好 开花会超多 懂了吗 所以这个就是磷酸二氢钾的使用 在生长季节 那来到它的非生长季节 怎么施肥呢 非生长季节 我们就不能使用磷酸二氢钾了 首先我解释一下 什么叫非生长季节 非生长季节就是 比如说来到了冬季 气温降低之后 三角煤会出现停滞生长 不生长不开花停了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用什么肥呢 用有机肥 比如说我手里拿的这种肥 叫做羊粪肥 这种羊粪肥是发酵肥 发酵之后的羊粪 它就是一种有机肥 它的好处是什么 就是这种有机肥 你用到土壤里 是不烧根不烧苗的 不仅可以给土壤 提供大量的养分 在冬季可以让它储存起来 而且还可以给土壤 补充大量的有机质 来活化土壤 可以改善以及缓和 以及预防土壤 土壤出现严重板结和变硬的状态 这个都是有机肥的好处 知道吗 所以在冬天很适合用它 那怎么用呢 我们把这种养分肥 每隔一个月 埋在它花盆的边缘就可以了 花瓶小 少埋点 花盆大 多埋点 一个月埋一次 这样就完成了施肥工作 那除了羊粪 这种有机肥 你也可以使用像鸡粪肥 牛粪肥 蚯蚓粪肥 都是发酵过后的 或者使用菜籽饼肥 芝麻饼肥 都可以 这些都是有机肥 同样都是一个月一次 好的 下面我们来讲解一下 三角梅的过冬技巧 那来到了冬天 我们怎么养三角梅呢 那在这里我们要注意 南方的花油 三角梅几乎都是可以 露天过冬的 它具备一定的抗寒性 所以对南方的花油 这是一种非常友好的植物 所以南方的花油 都特别爱养它 对不对 因为它可以户外过冬 你都到外面不管 但是北方的花油 养起来就有点难度了 因为三角梅 它忍受不了 像北方零下几十度的酷寒 一下就冻死了 所以你如果在北方 养三角梅 您就要注意了 只要户外温度开始低于10度 你的三角梅 就要搬到室内来 或者搬到你家的阳光帆来去养 阳光帆 为什么 因为它低于10度会冻伤 如果长期低于5度 在北方有可能直接冻死它 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一定要注意保温 北方的话 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 好不好 南方的话 也就比较友好了 好的 下面我们来讲解一下 三角梅的修剪技巧 那我们家庭养三角梅 没有硬性的修剪需求 但是有两个技巧 希望大家能够知道 第一个技巧就是如果你的三角梅叶片上出现了黄叶枯叶 黑斑黑叶 以及枝条的枯黄或者枝条的发黑 这些病害的枝条和叶片我们要及时修剪并且丢得远远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枝条上方可能携带病菌 它会继续的扩散或者传染给其他健康的叶片 所以看到有病害的这条叶片及时的修剪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如果你的三角梅生长的姿态不符合你的要求 我们可以修剪 比如说有一根枝条过度的长高打破了平衡 我们可以把过高的枝条修剪掉 或者有的这条严重偏左偏右这种偏离枝条 我们也可以修剪掉 打短来调整它的造型 让它长得更好看 这种修剪都属于造型修剪 是根据每个人自己的要求来剪的 那除此以外呢 就没有严格的修剪要求了 好的 那最后一点我们来讲一下三角梅的繁殖技巧 那我们家庭要繁殖三角梅啊 一般都是采用千叉繁殖的方法来进行的 意思是说 我们只要任意剪下三角梅的枝条 插到土里就能活 就能够单独的繁殖出一株新的三角梅 不过呢 有些技巧 大家注意 第一个技巧 就是我们在选择枝条的时候 你不要选择那种非常枯非常老的枝条 不要选择那种枝条 这种枝条呢 不是插不活 直插的成活率要低一些 我们要选择什么枝呢 就是大家看到这种枝条 它是带有一定绿色的 并且呢 它是很容易弯折的 这种枝条就是当年新生的半木制化枝条 这种枝条活性最强 扁插的成活率最高 所以我们尽量挑这种枝条做扁插 第二个 扁插的时候顶端的叶片不要留太多 保留三片到两片叶子足够了 叶片太多 蒸腾拉力太大 底部根系不够 聚集不了太多水来供给叶片 很容易死苗 所以叶片不要保留太多 那第三个技巧就是 您在扁插之前家里有生根粉 或者有植物生根叶 一定要用 它们可以大大提高生根速度 来提高你扁插的成活率 第四个技巧 扁插的时候不要用旧土去插 因为旧土就是用过的土叫旧土 旧土里面病菌太多了 很容易黑感 你尽量用新土来插 成活率就会高上很多 好的 那这堂关于三角梅的课程 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 欢迎大家点击关注 这样就可以收看到我更多的养花课程教学了 我们下段课程再见吧